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孩遭到爱情、友情的双重背叛 为报复二人策划了一场完美犯罪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 《蔑视 残酷不论时》 萨迪和闺蜜小美出外喝酒 谈到男朋友凯文 萨迪直言凯文这周末会和他求婚 两人将在不久后步入婚姻的殿堂 小美听后有些诧异 在他看来凯文不适合结婚 况且两人交往还不到半年 萨迪没放在心上 他邀请小美到时候当伴娘 并准备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那天阳光充足 萨迪和凯文驱车来到度假别墅 想到凯文马上要和自己求婚 萨迪止不住地兴奋 喝下一口威士忌 萨迪向湖边跑去 凯文紧随其后 同他展开了一场甜蜜互动 傍晚 两人嬉笑着回到别墅 萨迪将湿衣服拿进房间 恰好凯文的手机收到短信 他点开一看 发现短信内容十分暧昧 所有憧憬都在此刻破碎 萨迪双眼无神地抽了一支烟 出来时天已经黑了 萨迪拎着一瓶酒问凯文 你会爱我多久 凯文向他发射藤衣炮弹 还说这辈子只爱他一人 萨迪打开包找烟 几瓶要掉了出来 凯文并未重视 邀请萨迪陪他共度凉宵 萨迪一边硬喝 一边拿起了防狼喷雾 挫不及防的凯文抱着头缓解 萨迪又拿起一根木棍将他砸晕 恍惚醒来 凯文被绑在椅子上 萨迪咒骂他出轨 不尊重自己 他除了道歉 还在找借口掩饰 萨迪直言自己上周怀上了身孕 本想给凯文一个惊喜 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了 打开手机 萨迪念着上面的短信 发见人是小美 两人来往了很久 这让萨迪深觉受辱 自尊被践踏的一无是处 他决定报复二人 先给凯文吃下镇定剂 又在地上撒下玫瑰花瓣 凯文不断哀求 萨迪却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他把房间布置得很文心 通过短信约小美过来 浑然不知的小美 以为二人谈崩了 很快便来到别墅外 短信上说寻着玫瑰花瓣走 小美抱着怀里的宠物狗 不乏轻盈地走进别墅 蜡烛香薰 美酒花瓣 如此浪漫的布置 让小美更加欣喜 手机又收到一条短信 让她乖巧地爬到楼上 小美深知凯文的喜好 当场就照做了 来到楼上 她发现凯文躺在床上 嘴里还塞着东西 两人之前也玩过类似的游戏 小美笑意盈盈地坐过去 凯文很想提醒她 可她丝毫察觉不出来 并且准备亲热 此时萨迪从身后出现 利用一根皮带套住了她的脖子 在萨迪的强迫下 小美来到浴室洗澡 她试着给萨迪道歉 但萨迪根本不予理会 将她洗干净后 绑到了床上 握着手里的剪刀 萨迪询问凯文 你觉得她漂亮吗 凯文摊坐在地上 恳请萨迪停下来 萨迪充耳不闻 要求两人当着她的面亲热 两人不愿这么做 她索性抱来烤箱 又将小美的宠物狗放进去 眼看心爱的小狗就要惨死 小美声泪俱下的哀求 萨迪洋装要启动烤箱 小美急忙呼喊凯文 让她过来和自己亲热 凯文同样不想看见血腥的一幕 只能按照萨迪的要求来 抱出小狗打开音乐 萨迪欣赏着二人的表演 她跟随音乐摆动起来 随后又将二人 带到餐桌前吃饭 双手被绑在椅子上 凯文和小美任由萨迪上前投胃 嘴里的食物难以下咽 小美开始咒骂萨迪 因为萨迪手里有刀 凯文示意她 别再说下去 小美立马闭嘴 继续吃着萨迪做的玉米饼 味如嚼辣的感觉 令她忍不住吐了起来 萨迪微微恼怒 很快又笑着嘲讽二人 小美一脸不甘 直言萨迪已经疯了 这句话戳到萨迪的痛处 她把电线缠在两人手上 并说自己患有精神疾病 小时候一发作就用电型控制 那段时间很黑暗 萨迪决定让两人尝尝电机的感觉 小美还想说些什么 萨迪将擦桌布塞进她嘴里 凯文也是一样 两人惊恐地看着萨迪电流触及全身 两人不受控制的颤抖 望着这一幕 萨迪回忆起儿时的经历 那个被他人称作精神病的自己 那个想要改变又无能为力的自己 眼见萨迪越来越疯狂 凯文吐掉嘴里的布 大骂他简直是个疯子 仅因为一次出轨就这样做 萨迪不慌不忙地反驳 你们都敢如此蔑视我了 我干嘛要对你们好呢 门铃忽然响起 凯文试着求救 不到两分钟就被萨迪堵住嘴 门外的老太太是凯文的邻居 他刚好也来这里度假 看见凯文的车 想过来打个招呼 萨迪谎称凯文正在沐浴 而他则是凯文的未婚妻 老太太献上祝福 称赞萨迪是个小辣椒 这句话在短信里出现过 萨迪又有了被蔑视的感觉 他把老太太请进屋 一边欺洋葱 一边上下打量着 老太太莫名几倍发凉 随便找了个借口就离开了 另一边 凯文挣脱绳索 跑到楼上准备报警 变化还没找着 萨迪就出现在他身后 且手里拿着一把枪 凯文不敢轻举妄动 听话地转身下楼 由于心中怒气未消 萨迪搬来一台机器 准备惩戒小美 看着面无表情的他 小美不停哀求 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打扰凯文 他向神明启示 萨迪却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神 说完还用机器压断了小美的手指 小美随即昏过去 凯文胆战心惊地坐在椅子上 萨迪向他走来 用锤子狠狠砸了他的脚 数十分钟后 小美醒了 他出言询问凯文在哪里 萨迪淡淡回应 我把他送到楼上了 一切还没有结束 小美请求萨迪停下来 这样是得不到幸福的 萨迪深情恍惚 他告诉小美 自己曾养过一条狗 可那条狗却对妹妹摇尾起怜 一怒之下 他淹死了妹妹 独自享有那条狗 小美紧张不已 没等他说话 萨迪用钳子 拔掉他的牙齿 直言自己不喜欢和任何人分享 此时的凯文被困床上 电话就在脚下 可他用尽浑身解数 还是没能成功报警 萨迪将电话信掐断 嘲讽凯文 看上去真可怜 不过他这辈子都别想离开 见识过萨迪的疯狂 凯文已经不想说话 萨迪又把电线拿出来 他觉得凯文之所以会爱上别人 是因为眼睛能看到 如果看不见周遭的一切 他永远都不会变心 凯文痛苦躲闪 但萨迪还是将电线贴在他的眼睛上 经过电流的刺激 凯文的眼睛被灼伤 他气恼地周骂萨迪 可萨迪却来到小美面前 听说小美想回家 萨迪告诉他 还是死亡比较适合你 怕疼的话可以选择溺水 小美无法走出反抗 在萨迪的逼迫下来到湖边 临死前 小美提到二人之间的闺蜜关系 希望萨迪看在往日情分上 不要杀掉自己 萨迪听后深觉可笑 他找来一桶汽油 全部灌进船里 准备以此制造 意外事故的假象 小美趁机挣脱绳索 他抄起一根木棍 打晕萨迪 头也不回地跑进树林 萨迪开上车追赶 凭借手里的枪 他再次把小美带上车 警告他不要找机会逃跑 小美不愿坐以待毙 吸引同性感情迷惑萨迪 趁他分心赶忙跳下车 由于车速太快 小美的腿摔伤了 萨迪已然失去耐心 将他掐晕在草地里 准备从车上拿工具 玩车杀人 就在这时 两名警察出现了 萨迪解释 自己是出来买东西的 对方却告诉他 一个杀人犯 从监狱里跑出来了 很可能在这附近 寄人正说着 小美颤颤巍巍地 走到公路上 他试图向两名警察求助 话还没说完 就被迎面驶来的车撞飞 看见小美惨死 警察跑过去检查尸体 萨迪担心事情败露 赶紧开上车离开 回去路上 他看见了一个纹身男 他的样子并不像好人 萨迪却决定烧他一程 并在路上主动引诱 闻身男正式杀人犯 萨迪借着亲热的机会 将他以枪毙命 还打算把一切 推在他身上 回到别墅 萨迪发现床上 空空如影 很明显 凯文又一次 挣脱了绳索 不过他并没有逃走 而是躲在角落里 准备偷袭 萨迪警惕地环顾四周 凯文将他推进泳池 竟连几枪都没打中 萨迪一路追赶 结果被凯文射来的剑扎中 强忍着痛意 萨迪拼命追上 视线不清的凯文 两人在湖边激烈打斗 上号汽油的船突然发动 凯文死在萨迪面前 未将一切伪装成意外 萨迪压断自己的手指 拨打911 声称杀人犯闯入别墅 警察和医护人员很快赶到 萨迪光明正大的离开 并带着小美的狗 开始了新生活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背叛会让一个女人变得疯狂 尤其是萨迪这样的 表面上看上去年轻貌美 实际上心里 住着不受控制的野兽 一旦被激怒 就会爆发本性